船屋 相信大家都有去過船P啦 不知道船屋大家有沒有玩過呢 那今天就帶大家去做個tour 看看船屋上面有什麼玩 是觀塘碼頭搭一個接駁艇 幾分鐘就去到船屋 其實外形內籠都跟游艇一樣 只是它是泊在固定位置 不會航行 這邊大沙發就是我們玩和吃東西的位置 還可以唱棋 可以坐到很多人 然後外面會有個小露台 而附近一個好像避風塘一樣 都有很多遊艇吧 上半層有個廚房可以煮東西吃 看到有焗爐、微波爐這些 不過我們就主要用它的雪櫃 接著我們就經這個旋轉樓梯上一層 我覺得這條樓梯是很漂亮的 拍照 在這一層玩的話 景觀就會比較開陽 其實對面已經是觀塘海濱 距離相當之近 而且剛好今天天氣又真的不好 出海的話可能會很大浪 在船屋的話就穩陣很多 接著我們就進去庫一層 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房間 第一間是有鏡的 接著是第二間房間 可以看到設備都齊全 右邊是麻雀桌 接著進去是最大的房間 可以看到床也挺大 而且它是360度的設計 裡面還有一些小窗 可以看到外面的情況 而且重點是有浴缸 之後再走出去就回房間 是一個360度的設計 不過我們當天就沒有過夜 所以我也是看一看拍照 接著就是打卡的時間 我也有去到船頭拍照 在這個海上派對房間 除了玩玩遊戲之外 就當然要吃東西 我特地叫了海膽 三文魚子 生蠔這些 另外也有一些熟食 非常之滿足 轉眼間就玩到入黑了 會看到晚上的觀塘碼頭的景色 還有它上面這張桌子 的距離剛剛很夠完美 晚上更感謝朋友幫我慶生 拍照也很漂亮 那最後呢 因為明天要上班 我們就離開了 那只是說租借這個船屋的話 平均每人都是二百多元 其實是非常之優惠 會適合一些不太想出海 會怕暈船浪的朋友 在一個海上的派對房間也挺有fe 如果你都想試一下租的話 留下 description box 有傳送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會有其他不同船型的選擇 多謝你看到最後 記得subscribe和like 寫我們 wealthím 隋匜 隋期待 隋暴斃